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映了家家有本难念的经的老话 一个偶然的机会 女主人向我倾诉了她多年来难以摆脱的苦恼 她和丈夫均出身农村 婚前并无感情基础 相亲时她觉得男方寡言少语 举止拘谨 心想这样的男人一定老实可靠 就答应了这门亲事 婚后却发现 丈夫身上有许多令她无法容忍的坏毛病 例如 吃饭时扒搭嘴 她说 如果吃面条 楼上楼下的邻居都能听见她嘴里 发出的扑扑溜溜的声音 吃饭时 鼻涕过了河 仍然头也不抬的照吃不悟 不管有没有客人在场 她若想放个屁 根本就没有回避一下的意识 竟然毫无顾忌地大鸣大放 令在场的人尴尬无比 而她自己却浑然不觉 无论她怎样苦口婆心地私下规劝 丈夫就像个榆木疙瘩 照样我行我素 为这些听起来鸡毛蒜皮的事 夫妻间不知呕了多少气 她觉得丈夫甘于成为别人茶余饭后的笑柄 实在是没脸没皮 使自己和女儿都羞于贱人 为此 曾几次闹着要离婚 都被亲朋好友劝阻了 可她自己只要一见到丈夫 就心里堵得慌 她女儿 因自幼就缺乏父亲的疼爱 从没带女儿出去玩一玩 或者抱一抱她 对父亲也是一肚子意见 很少与父亲有语言上的交流 行同路人 到了现在 原本有说有笑的母女俩 只要她一进门 立刻就不再作声 自从归依了佛门 女儿和她一起戒除了晕星 她每天坚持早课晚课 诵经持咒 女儿因为上学 每天在往返的路上 背诵大悲咒 可以说相当精进 对许多事 她也能看得开 放得下 唯独一提到丈夫 心里就生气 本指望通过自身的修持 来减轻这桩婚姻的痛苦 谁知自从吃素后 连丈夫身上的气味也闻不得了 所幸分屋居住 谁也不理谁了 至今 分居已三年 只等明年 女儿一上大学就离婚 由于天天都在烦恼痛苦中度过 她现在患经常性头痛等多种疾病 女居士往昔有一事 曾是一个穷苦的男子 靠在深山老林里采药 来维持生计 有一天她又来到山下镇子里的药铺卖药材 店里收药材的小伙计对她说 听说深山中有一棵千年老榆树 它的树皮可以入药 因为山高路险 无人肯去 你若能采到这棵千年老榆树的树皮 一定给你一个好价钱 采药人听了十分高兴 盘算着这次挣了钱后 就可以讨个媳妇了 熟睡中她梦见一个身穿翠衫的公子 跪在她面前哭泣 说自己就是这棵老榆树 在这修炼一千年 再有三年就可以得到成仙了 如果树皮被扒光 就会前功尽弃 求她三年后再来采树皮 自己成仙后定会报答她的 说吧 一个头接一个头地磕了起来 采药人在梦中大声喊道 不行不行 我急着娶媳妇 等不得三年 梦醒了 哪里有什么翠山公子 采药人终于背着沉甸甸的榆树皮 走进药铺 小伙计洗上眉 稍忙着焰火过程 目不时钉的采药人说 我这么辛苦 你可别亏了我的分量啊 小伙计随口答道 你放心吧 如果我亏了你的分量 下辈子就做你的儿子 这位女居士就是采药人 她丈夫就是惨遭扒皮的千年老榆树 老话说 人要脸 树要皮 女居士不是说她丈夫是榆木疙瘩 没脸没皮吗 还真让她说 对了 人的脾气 习性和她前世的经历 遭遇是很有关系的 药铺的小伙计 确实克扣了采药人的金粮 但没当成儿子 却做了女儿 因为正是由于小伙计的指点和利诱 才毁了千年余数的盗业 小伙计才是千年余数被毁的罪魁祸首 所以 今生小伙计转生为这个孽缘家庭的女儿 早女身比男身受苦更大些 何况她还是一个得不到父爱的女儿 岂不是苦上加苦 这也是他们妇女关系冷漠 异于长情的缘由 明白了前世今生的因果 女居士和他女儿应诚心忏悔前世罪业 还要分别忏悔今生对丈夫 对父亲怨恨的心态 两个人今生能够相遇相爱 注定是前世的累积的姻缘 十年修得同传度 百年修得共枕眠 两个人产生爱情结为夫妻 佛学上讲是怨力和业力的结合 每个人能在今生作为眷属 必然有前世的姻缘 夫妻是三世的因果 是累世的前缘 不论是时空变换 还是贫富贵贱 都会发生 两个人或许是前世发怨 约定来世再结为夫妻 或许是素债难了 今生来偿还 所以我们会对某些人莫名生出好感 会一见钟情 甜甜蜜蜜 也有的一辈子吃馋 剪不断也离不开 由此可见 今生遇到的人都是有着联系的 具体来看 一 今生的夫妻 其实是前世的情人 因为前一生的缘分未尽 这一世要好好在一起 用这一世的相遇 相识 相知 来给前一世结下的缘 画个句号 我们总是有这样一种感觉 当你遇到一个人的时候 总是会感到 有一种熟悉的感觉 像是在哪里见过 但是又说不清道不清 有种相见恨晚 想要携手一生的感觉 或许这就是因为前世的缘分 使你们相遇 使你们走进彼此的世界 二 今生的情人是前世的冤家 因为上辈子的一些冤债 这一世也要纠缠不清 但是彼此总是处于一种 见不得人的状态中 像是玫瑰花 也像是蚊子血 想要舍弃 不忍心 但是想要名分 也做不到 毕竟在这个社会上 除了感情 还有更重要的利益 毕竟只是前世的冤家 今生是来讨债的 三 遇见命中注定 离别早有安排 前世不欠 今世不见 我们无法预料 每一次相遇的结局 也无法预料 每一次的分别 但是做好现在 珍惜遇见 即使离开 也要彼此祝福 各自安好 感谢上天让我们相遇 相信所有的遇见 都是命中注定 所有的离别 也都是早有安排 前世因果 今生遇见 综上所述 可见前世今生 有着许多的纠葛牵扯 能够看出今生的现状 而讨债欠债 又如何看呢 冤亲债主中 有三大类 第一类是比较开明的 讨报是遵守自然的法则 欠债还钱 欠命抵命 天经地义 来找受报者 是一种必然 但是他们并不愿意 无限期的渊渊相报 循环无期 第二类是处于中间状态 既要达到讨报的目的 同时又存在和解的愿望 第三类则是由于仇杀之恨 受苦之痛刻骨铭心 怨气劫胸 定要报仇血恨 以解怨气 依据观察与总结 进行综合分析 这些前期的预警征兆 可归纳整理成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 噩梦惊醒 由于冤亲债主全是腹态空间信息体 人在睡眠中最容易感知他们的活动 他们逼近受报者身心磁场的信息 最容易在梦中接受到 因此受报者常会做各种噩梦 其二 善缘自断 冤亲债主在正式开始讨报之前 为了方便讨报 为了在讨报过程中 不受外界的干扰和阻止 会想方设法阻止和切断受报者 一切可能的外源力量和关系 比如阻断师徒员 破坏受报者与亲人 友人 以及同修之间原本存在的融洽关系 使受报者善缘皆失 孤掌难鸣 乖乖地引颈受报 其三 福报组织 人是一手提罪 一手携福 来到人世间 消罪增福 就是人生应当恪守的生存原则 如果人们不惜福 消福无度 增业无忌 也就可能在福报未尽之前 恶报就要提前释放 只有至宏愿奸者 勤行不挫者 高度重视者 才能冲破这种业力对福报的封闭 获得新一层次的初步解脱 其四 预测失灵 受报者在夜报释放前 如果运用各种占卜 妙冠抽签 通灵预测 不论是受册 或者替别人预测 只要诚信 一般都很准确 但是在预警期内 由于阴动为先 冤亲债主会在阴的隐态场中 进行严重干扰和阻断 那么 不论是求挂问签 还是替人预测 全都会完全改变 错误率和失误率 皆成家常便饭 如果在此期间 及时警觉到是业力干扰 应该及时进行颤罪消夜 其五 旁敲侧击 冤亲债主在预警期内 有时债主们常常采用 旁敲侧击的方法来提示 和警告受报者 例如 他们经常将负面影响力 作用于受报者最关心的亲人身上 通过这些亲人的怪异事件 和意外事件 以及性情突变等等现象 进行试警 试警期较长的视力中 还可能造成整个家庭家运的大滑坡 应对这辈子来讨债的人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 理解方面 审视自身经历 反思自己过往的行为和选择 有时候 我们认为的来讨债的人 可能与我们过去的某些行为 有因果关系 例如 如果你曾经在工作中 过于严厉地对待他人 可能会遇到一个 对你同样挑剔的同事 通过反思 你可以更好地理解 这种关系的产生 并非完全偶然 考虑自己的性格特点 某些性格特质 可能会吸引特定类型的人 比如 如果你过于善良和心软 可能会容易被那些善于利用他人的人盯上 认识到自己的性格弱点 可以帮助你理解 为什么会与这些人产生纠葛 分析对方动机 尝试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了解他们的成长背景 生活经历和当前的处境 可能会让你对他们的行为 有更深刻的理解 也许他们的索取行为 是出于内心的不安 恐惧或者过去的创伤 观察他们的行为模式 注意他们在不同情况下的反应和表现 分析他们的行为背后的潜在动机 例如 一个总是向你借钱的人 可能是因为缺乏理财能力 或者面临经济困境 但也可能是因为 他们习惯了依赖他人 看待关系本质 把这种关系看作一种成长的机会 每一个与我们有冲突或者带来困扰的人 都可以成为我们自我成长的催化剂 通过与来讨债的人打交道 我们可以学会更好地管理自己的情绪 设定边界 提高沟通能力等 认识到关系的动态变化性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 是固定不变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双方的成长 这种所谓的讨债关系也可能会发生转变 也许在某个时刻 对方会意识到自己的行为 并做出改变 或者你自己也会找到更好的应对方式 从而改善关系 本期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吉祥分享的内容 可以点点赞 或订阅我的频道 您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动力 感谢观看